歡迎收聽《紳士國慶新聞》 我是芭芭拉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時政評論員 黃克大紀元首發文章 7月27日中紀委網站公布 焦小平被商開 他有一條獨特的罪名 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走刑變調 加劇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製造金融安全隱患 公開資料顯示 焦小平在1989年23歲起就在財政部工作 2022年6月才調離 升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扶司令員 離身8個月就落馬 顯然落馬和焦小平曾經是中國PPP的主要推售經歷有關 也即是他曾經擔任過財政部PPP中芯副主任和主任 PPP也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適用於投資規模較大 價格調整機制靈活 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類項目 最早是由英國引入2014年在中國興起 當年5月在財政部成立PPP工作領導小組 2014年至2017年是中國PPP的高峰期 由於亂象横生 PPP很快由熱變冷 2017年11月92日文發表 PPP稱呼眾多項目叫停 由此轉入低潮期 不過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PPP市場 今年1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 截至目前全國PPP綜合信息平台項目管理庫 累計入庫項目10338個 投資額16.78億元 其中示範項目866個 投資額20115億元 但更多問題也在累積著 以至於到了2023年 PPP正式進入停擺狀態 財政部PPP中心項目庫暫停入庫 一些地方政府整改以往實施的PPP項目 《下一步走向何方?是個大眾懸念》 而在2014年至2022年6月期間 焦小平先後擔任財政部PPP中心副主任 主任一職地位重要 他還主持編寫編譯多部和PPP相關的書籍 今次中紀委網站公布焦小平被雙規 當中的罪名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走刑變調 加劇政府引證債務風險製造金融安全隱患 應該就在這段時間 今天PPP的亂象由今年6月26日審計處處長侯海所作 《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 可見其中冰山一角 報告中披露2022年PPP項目審計情況 今次重點抽查了18省市本級和187個地區計劃總投資 1.53萬億元的408項目發現三個方面的問題 1. 入庫環節審核不嚴 11個地區的19項目是由中介機構通過誇大預期收入 調減財政支出責任等方式經虛假包裝後得已入庫 其中14項目存在政府部門虛構財政財務數據的現象 2. 理藥環節不盡誠實 11個地區的14項目已承諾辦理用地手續引入社會資本 但由於佔用基本農鐵無法獲得用地許可等 令項目因土地未落實而停工停建或進度緩慢 3. 建設營運環節不當推卸責任 一方面6個地區將新城新區產業規劃、城市營運等職能 和具體項目整體打包、交入社會資本方實施 最終由因遠超社會資本方能力大多半途而廢 另一方面10個地區在15個項目中違規約定 由政府方或當地國企負責營運 不當承擔了應由社會資本方承擔的風險 令部分項目形成損失浪費 至2022年6月尾 有151個項目進展緩慢、停工甚至爛尾等 造成國有資產損失17.22億元 10個地區違規建設、10個會議場館或景觀工程等 涉及計劃投資75.66億元 據署名《魯曼頻道》的推特帳戶說 財政部對抽查的408個PPP項目 都公開提出嚴厲批評 說有些根本就不應該作為PPP項目存在 前面提到的部分 都還是抽查結果 整體情況應該更嚴重 當前PPP最大的問題是明顯增加了政府的債務風險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社會資本結構失衡 PPP本意是分散政府投資風險、帶動民營資本 但是PPP項目中的社會資本方通常以國資背景、企業為主 2021年國有企業中標項目數量已超過全年總投資的81.2% 中標投資規模更是超全年投資總額的95% 民企中標項目投資規模已不足3.6% 第二、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大量項目 仍需依賴地方財政補貼截至2022年尾 需要地方財政補貼的可行性缺口補助 及政府付費兩項回報機制 已成為PPP項目的主流 兩者合計佔所有PPP項目比重近97% 而大規模補貼對大量使用PPP模式的中西部省份的地方 財政大量較大壓力 雖然當局規定 嚴禁申報財政支出責任 超過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紅線的項目 和存在影響PPP項目規範運作 增加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項目 但執行上往往留於形式 當局正為地方債務頭痛 現在PPP大漏洞又被掀出來 怎會不生氣 焦小平落馬 罪名有好幾個其中 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走刑變調 加劇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製造金融安全隱患 這個罪名是特別嚴厲的 中國PPP的亂象 焦小平當然要負責任 但還有很多責任者也要追究 事實上當PPP興起的時候 除財政部之外 國家法改委和住房城鄉建設部也在力推 在政府內部對PPP也有不同意見 2016年10月14日路透社刊登的 《財經洞察中國力推的PPP》 面臨什麼樣的困語或一文 引述中共官員的講話 很多地方政府官員 只將PPP項目作為政治指標和任務來完成 這不是前人眾說後人承諒 反而變成滑坑埋雷 中共在政策制定方面 只考慮短期政策的效果 就忽略了長期制度建設 而後者又剛剛是中國目前最需要 建設和完善的方面 包括如何提高國民質素 完善社會基本信用體系 確保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和經濟環境等等 這段講話 講明當時並不是沒有清醒的人 但他們就起不了作用 聽說中共力推PPP之初 外國資本很興奮 覺得這是自己的強項 磨拳策掌準備大幹一場 不過在參與兩個PPP項目的競標之後 就發現情況不對勞 與國外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 因此外國資本基本上就沒有參與 總體來說 中國PPP的欺形和亂象 在個人聚責之外 更多體現的是中共體制的微爛和治國的失敗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以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多支持 多支持 禮拜 曾老大 有 臭 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